台北市大安国中弦乐团 需要到维也纳参加一年一度的 国际青少年音乐大赛 与三十个来自其他国家的乐团 同台竞技 以六首原住民歌谣改编的组曲 受到评审的青睐 得到了优胜第三名 他们不仅是唯一来自亚洲的乐团 也是最年轻的团体 成立八年的台北市大安国中弦乐团 在台湾拿过不少奖项 六月份应邀到维也纳 国际青少年音乐节 跟来自十一个国家 三十多个青少年乐团交流比赛 登上世界五大演奏厅之一的 维也纳金色大厅 以六首大家耳熟能详 经常被传唱的原住民歌谣 改编的曲目 用夺了弦乐主的优胜第三名 原住民的歌曲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 一种音响效果 跟一个音乐的体验吧 所以每个评审都对我们说 这个曲子让他们很感动 乐团总监说 当初为了音乐节 在练习的时候 学生们最不爱的 就是这一首原住民的组曲 但没想到 却为他们带来最大的荣耀 学生其实在出发之前 他们一直不觉得 为什么要 他们觉得应该要拉一些 西洋的经典曲目 但是我们就觉得 应该要拉一些 台湾特有的东西这样 那也证明说 其实他们很希望听到 不同世界的声音 今年的维也纳音乐节中 大安国中的弦乐团 不仅是亚洲唯一受邀 也是最年轻的乐团 但优异的表现 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乐团也受邀在当地 做了三场的慈善演出 演出备受喜爱 介绍书军谢奇温台北报道